大家好,又到我们兄弟联加尔系列课程时间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第25讲 条件已具的作业第三道题 我们先看着这个题面 输入一个数 判断这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 应该对小白来说不是什么太难题 必须的,so easy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我们创建一个homework3 我们打开 好,输入一个数 还是需要输入一个数 所以我们先导包 导入我们的Utl 这已经是大家现在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对吧,老了很多次了 scanner input 我就习惯你取input sext.in 好,然后一个提示一句 对吧 提示一句呢 就是请输入一个数 对吧 然后呢 用input next.in 来去接收 是吧 接收呢 是一个整数了 是叫number了 好吧 好,我们要判断这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 怎么做啊 然后我们应该是 判断它能不能被二整除 能不能被二整除 对吧 就对二取鱼就行了 是吧 取鱼是不是等于零 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就求这个结果 求这个结果 我们来一个result 对吧 等于number对 模以二 模以二 OK 对 模以二 然后呢 我就判断这个result 是不是等于零 是吧 或者你两步 合成一步 也都可以 是吧 好 如果是等于零 那么呢 我们就说这个数是偶数 是偶数 是吧 我们说这个连一下吧 number是 我就直接复制一下 是偶数 否则呢 否则就是基数 否则就是基数了 是吧 OK 否则呢 这个number就是我们的基数 OK 好 我们测试一下 输入一个数吧 15 15 15是个基数 没有问题吧 好 我们再应行一遍 测一个偶数 10 10 10是偶数 没有问题 是吧 好 OK 那这一道呢 就是我们这个 判断这个数 是基数 还是偶数 好吧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再见